Hello Hi 大家好 我們又見面 你一見我你就發了 對了 今天我來到檳城 Bukit Jambu 這裡是私人的地方高尚住宅區 電梯一出來 就是開正門口的 但是這些人是不能上來的 今天大家看到我的粉絲 坦白說為什麼去又買新屋呢 為什麼 因為請我看了風水 最重要的是 招財貓他放了三隻 都是幫過買的 這個招財貓 他在舊屋已經放了一段時間 就幫他賺到盆滿撥滿了 其實我的客人很多都做的生意 甚至是投資方面 甚至是工作方面 都有收成 都不錯 所以說我的產品就比較好賣 所以說你們不妨試一下 全部都有經文的 雖然招財貓沒有刺經文 但是我練下去 開了光加刺就有經文 因為招財貓來說 坦白說是很注重的 每個人坦白說 又知事華齋 即是不同的 這裡有我的Logo 你一見我你就發了 看不看到 所以大家看看有我的Logo 全部都有的 全部都有的 這裡都有的 這裡有經文的 這個又有 看不看到 經文有寫下去的 所以說這些跟市場的招財包 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市場那些是沒有經過開桿 也沒有經過加持 也沒有經文的 所以三隻都有寫經文的 不同的經文的 你看這個經文是這樣的 啊 後面那一隻 全部都是一樣的 所以說 招財貓 要擺得對 財運 亨通 今天說到財氣亨通 大家進來看看 這裡 一千八百幾方尺 市價也值得百幾萬 所以說 我的粉絲 他們真的 連續 我幫他們看了幾年屋 幾年有萬個 第三間屋 已經有第四間屋 算是第四間屋 那麼今天我來到 依然 幫他們是按關閉的 因為這個主人家 他是做偏門的 其實我做偏門很多很多朋友 都找到盆滿撥滿 這件事 看來做偏門的人 就非常 比較 避忌 還有 還有這個 就是禁忌 他們是很注重的 因為 我們 如果是個沒有這樣的名稅 做偏門是做不到的 如果是個沒有名稅 堅持要做偏門 可以嗎 可以 我會搞些乾坤的東西給你 你就可以做偏門了 所以說 最重要的是 偏門 都是一個 升行的生意 都是賺大錢的 除了關帝 今天 大家看到了 幫他按關二哥 就是我們金融軒 所賣的 是我們的工廠自己出的 是不是很有威武呢 很有殺氣呢 是不是 整個輪角都不同 看到沒有 你看看 整個輪角都不同 很有霸氣 很有殺氣 這邊就是龍頭 這邊就是獅頭 有分的 所以說 這個關帝 是為你們 度身訂造的 第二個 說到度身訂造 坦白說 很多人 因為我 而令到你們 很多人都橫財就手 也很多人 正財都是到手 和偏財都是賺到的 你明白嗎 我這次 我跟大家分享 其實這個視頻 我未做過 這個視頻 我給大家看看 這個鞋 我未打這個廣告之前 未做這個視頻之前 很多人已經收到封 在金融圈買到 斷了事 斷了貨 你知道為什麼嗎 這個蟹 放在地主 放在大臣 是橫財就手 你要正財 你要橫財 你要偏財 你要偏財 你一定要擺去 如果家裡沒有安地主 沒有安大臣 你就放在電視機架桌面 在那裏 沒有所謂 好像這裏 電視機這裏 都是可以的 明白嗎 可以這樣 放在這裏 放在這裏 向著你自己 有些人都說 怎樣戴法 這個不是向回地主 向出來 即是那個蟹 拿著本節的金業部 送給你 即是送的財給你 在這裏打橫行 橫財就手 橫財就手 在這裏有寫的 十方內財 法財有經歷 你看到嗎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所以說 這個全部都是黃金屋 即是向著你的 你們有些人可以擺多少 有些人就擺雙數 有些人擺單數 你這樣擺下去就好 如果你要錢多些 就擺多幾隻 擺多幾對下去 沒所謂的 我家裡也擺 沒有講你 你不擺大便便會 其實不一定要橫財就手 正財得意便可以 做事順順利便可以 有錢便可以 沒有錢便可以 說甚麼都沒有用 對不對 所以說 這隻蟹 在地主上 是幫你橫行 即是說 即是說 財力亨通 財魂亨通 財富大開 所以這東西很重要 這東西 現在過年來 新的九運來 你快點去賣 外面那些 是拿著銅錢 現在是沒有貨 但你們是屁股 因為全是手工訂製 全世界是沒得賣 只有我們應有 獨家出品 所以你們要記得 這東西來講 是筍東西 筍東西我介紹給大家 不筍的東西 不敢介紹 你也知道我的襯品 有些跟養的 有些跟養十足來講 做的東西起來 坦白說 就十拿九運 如果不是做你都沒有用 安你都沒有用 你說對不對 還有地主牌 你們要記得 新的九運就來了 所以我拿著新的牌 給你們看看 這就是兩個牌 所以我沒有 我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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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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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我幫他安了 待會我又去 第二間屋 一個牌 兩個牌 原裝三個牌 我們一間屋放三個牌 你說是不是 人家不好 人家會安這麼多牌 這些就是證明 這些叫做證明 這些叫做實力 證明 實際 實際 你們要自己買屋 你們找我看屋 不過要排隊 要等 不可以快的 一分錢一分貨 老實講 一分錢一分貨 一分貨 所以說 人家就是 我幫他找到錢 去一尾 支持華製 人家一尾賣屋 為何你買不到屋 一定是有原因 所以要記得 好 不跟大家講 這麼多 我還要去第二間屋 就是去他家 另外一間屋 所以你們要記得 你們如果要去外賣屋 自己賺到錢 你便找個看風水 一分錢一分貨 那邊先 最緊要 就要去等 沒得急 沒得快 緣分到 我們會見面 緣分不到 你打一千個電話來 都是只有一個等字 好嗎 好 不說這麼多 記得買的 對 幫助到你 這關仔都是九運的關仔 特意出九運 所以大家要記得 好 祝各位生意興奴 財源滾滾來 橫財 就手